喂 你来你高速高楼 顶管你撸水去 喂 麦克鲁啊 国道大塞车 民众卡在车阵中动弹不得 你没看错 竟然有民众索性下车刷刷牙 还望向远方 看起来老神在在 喂 高速公路呢 你还躲进去里面 偷尿尿呢 这样子不行呢 很危险呢 还有民众想上厕所 拿了罐子就跑到分隔岛尿尿 穿好裤子又走回车上 另一边也有人直接到路街尿尿 人有三级真的塞到忍不住 国道大塞车乱象却也跟着来吗 喂 不要站那么高啦 很危险呢 你这样看风景运动 在高速公路上面呢 还有这位民众站在分隔岛上挥手 是在做体操吗 前后白手挥啊挥 看起来很惬意 这都是因为国道一号南下285公里处 25号228连假第一天 清晨五点出 两辆连接车发生车祸 后方车辆又在撞上 连接车载运的水泥寒管 散落国道上 现场一团乱 国道塞了约5小时 回堵将近10公里 没想到民众卡在车阵中 竟然刷起牙来 还在做体操 连假出游却遇上国道车祸 大塞车谁都不乐见 但卡在车阵中 竟然下车刷牙尿尿 或是做体操 虽然人有三级 但恐怕都不是好的示范 接下来冠章 陈珊珊台南采访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总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视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